從最早期的天氣到蜜月冰城到現在 像這麼多品牌能成 安永華到底做了多少錢就有多大了 但是大家對於這個品牌現在都很洗腦 會感覺low 說它low 我覺得唯一的原因是這些評論的人 他自己low 都不值一提 老師的創新好 哈囉 華老闆 搞到1200粉絲你分點兒給我唯 真笑了 真笑 首先我看到一個字 華 對 兄弟倆華語華 我跟老外介紹的時候 我會說It's my family name And it's also the name of our country 其實國家的名字也是我們家族的姓 當時我02年創業的時候 我就想三年賺1000萬 10年賺1個億 結果我們大概在17年過了1個億 21年過了3個億 我們不管客戶大下來 都是600萬起步 我的哲學就是價格信號要透明 它的信號才強 因為全中國都知道我600萬起價 嗯 然後好多人為600萬攢著錢 從最早期的天氣到蜜月冰城到現在 像這麼多品牌能成 華老闆到底做了那麼多大 收多少錢就有多大吧 你說600萬一年就有600萬的作用 你說2000萬一年就有2000萬的作用 你就這麼理解吧 但是大家對於這個品牌現在都很洗腦 會感覺濃 天氣 天氣 中央牙膏顯天氣 下葵花媽媽課堂開課 廚房醬油美味鮮 曬足180天 閉著眼睛別 刀的都好吃 你愛我我愛你 密雪冰城甜蜜蜜 首先密雪冰城2018年開始跟華野華合作 到現在2024年它是一個上升的過程 而且是一個從夏城市上往中心城市上升的過程 而在這個時候有那麼多的評論家說他搂 我覺得唯一的原因是這些評論的人他自己搂 對華野華設計的這個批評 第一是錯誤的 第二是可恥的 是錯誤的不用講了 我做的都對 你來那個批評 那肯定你是錯誤的 不可能說我是錯的 我是錯的我就不這樣去做了 那麼為什麼是可恥的呢 就事實上我們的設計的技術水平是非常的高的 就給燕姿屋做底下的時候 它原來是一個燕窩女神 我們沒有改它的創意 但是對它燕窩女神的影響稍微做了一點點修改 改的就是它的硬上 它的手伸起來的時候 它的胸不應該在這個位置 從這個人體結構來說它不對 但是那麼小小的誰都不會注意 這重要嗎 這叫硬上啊 你不是在講設計嗎 傳說中的菜刀背拴起來 你再滑一滑就看到了 如果你不這樣弄起來一會兒就丟了 這個是一個模擬陽光和燈光紫外線 它看包裝的顏色 印刷的時候各種紙樣都在這兒 你不捆起來很容易就丟了 丟了一個之後上哪去弄起來 不是節約 因為你把它搞丟了就浪費了 很嚴謹 很嚴謹 這個廁所就是由我負責衛生的了 這個可以拍照 你是所掌 嗯 所掌 可以 聽一下 聽一下 沒人 你看 最容易髒的是這兒 你看我這乾杯 填一下也沒事的 沒有一點灰的 我每周插的 排除浪費 凡事徹底 把平凡的事做徹底做到不平凡 你看批評華野華設計的 沒有一個真正的設計大師 真正高水平的設計師 沒有一個出來說華野華不好的 他們知道我們做的是這個硬工硬碼的 就是它是無懈可擊的 因為這些大師我都認識 真正我們哪有問題 他會發微信給我 哎 你的東西不對啊 我一看哎呦 謝大哥 趕緊那個 這個修改 所以 所以這些批評裡會有帶著一定的審視 或者是自以為的 自以示的 就是一些硝小之人 都不值一提 嗯 這個呢就是 我們每天早上有成會 然後有晚會 最重要一個成果 誤 今天做了一天的工作 經常有人說 我今天一天幹了啥 忙了半天 也不知道今天幹了啥 是不是就體會 那我們每天成會的時候 就每個人 它一個小組 就八個人十個人一起 就是每個人要講 我今天最重要的一個成果誤 是什麼 最後是否完成了呢 再總結一下 今天什麼地方浪費了呢 我們只能寫名詞 動詞和數量詞 堅決不能出現形容詞 好 比如說我們要完善 我們要提升 我們要加強 我們要強化 我們要升化 我們要優化 這全是廢話 中央3050人要抓紋風 匯豐吧 我們這天天都在抓 而且是真抓實幹 現在我們來到我們的花 Beach 這是我們這裡風景最好的地方 這個是健身房 你看我們把風景最好的地方 都是用來大家休息 因為休息的時候需要風景 幹活的時候不需要風景 給人累了在這兒看看風景也很舒暢 對 來看我的工位 我的工位就在這兒 我就坐這兒 這是我的帥氣 資深不敗 在充滿這二十多年 你也會伴隨著各種各樣的質疑 或者是爭議 所以還是有很多 沒有 沒有 每個人的體感不一樣 因為你覺得伴隨著質疑 你是在網上看那些懟神 但是對我來說 我真正的體感 還是我每天接觸到的 沒錯 我的客戶 像您這樣的 這些人沒有一個人懟我 我每天享受著巨大的認同 還有我小兒子跟著我 有一次我帶著他去客戶區工廠 有一個人認出 歐拉斯歐拉斯過來跟我合影 他看到爸爸受的那種 那種普遍 他特別的自豪 所以我看到的並不像大家想象的 哎呦 多少人在罵我 沒有 我天天都是接受的都是吹捧 有那些 比如說我在直播的時候 會在微博下面來罵的 我見一個拉黑一個 在我持續的拉黑下面 這些人也消聲利己了 準備 3 2 1 開始 Tickets available now Esclusively sponsored by燕之屋 今年中秋喝什麼酒 圓民老酒 奔月紀念款 幾多仙草丸子 可以嚼 吃的涼茶 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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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以嚼吃涼茶 說到兒子 其實父親對您的影響是很大 不能用很大來形容 基本我就是父母的產品 就完全按他們的教育 他們的期待 這麼成長起來的 Golden Boy 我爸爸後來去世是 老一血暈倒 在那裡 我最後到醫院看到他的時候 他在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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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他在喊 因為感覺到自己正在失去意識 他要努力聚焦去控制他的意識 所以爸爸留下最後的遺言就是努力 我覺得這就是他一生 也是我媽媽一生 也是我和我弟弟一生的寫照 他一輩子是一個很努力的人 非常努力 太努力了 那我現在我兩個兒子 至少現在大兒子 非常的努力 小兒子們還小 以後會努力的 今年我就實現著作等身了 著作等身 那個明年九月 我會舉辦一個盛大的活動 對臉我都寫好了 上臉實現著作等身 下臉我有身高優勢 當我們吹了一個流鼻 讓人家很煩的時候 我們最好是自嘲一下 平衡平衡 其實創意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對於這樣公司來說 努力能出現那麼多 精具創意 這些員工努力就可以達到 那當然了 所有的都是靠努力 那不是靈光一閃有的時候 或者是天分到底有多重要 天分很重要 那確實大家的天分會有差別 但是你只要努力 就是超過全國99%的小夥伴 都沒問題 努力就可以 努力就可以 因為是這樣的 很多人以為創意就是天馬行空 就是頭腦風暴 在我們公司沒有頭腦風暴 就一切都有規律 一切都有規則 我們講華語還有兩下子 一個叫下苦工 一個叫下學本 公司裡面其實也有好多是下苦力的活 你在下苦力當中 然後你能夠積累 對能夠升華 最後能夠創造 康努力能出天氣 或者是我愛你你愛我這樣的 心腦廣告師嗎 它現在是這樣 我跟你講 我們公司是怎麼運轉的 現在實際上呢 我不太承擔這個創意的責任了 我就是承擔判斷 就每週一資深會 他們給我匯報項目方案 我說行還是不行 我也經常在這個時候就有 你說的靈光一現 馬上就給答案了 那也有時候呢 就是他們做的東西不行 不行的時候呢 重新再想的責任呢 在他們不在我 你愛我我愛你 這是包括這首歌 都是項目組提出來的 不是我想的 我做的工作呢 就是把他們除了 你愛我我愛你 綠藥冰森甜蜜 以外其他 他們還有一堆成的 全部給他們刪掉 其他都不要 這就是我的這個經驗 甜蜜那個創意是誰的 這是個糊塗帳 現在我弟不跟我搶了 以前他跟我一塊 只要是有留意的創意 我和他都認為是自己想的 不管這個創意過程是怎麼樣 反正前面都忘了 都是我想的 有一天我們倆就甜蜜這個創意 到底是誰想的 就打起來了 我說是我想的 他說就雙方都覺得 對方怎麼這麼不要臉 真的就是這種兄弟 還要他來幹嘛 然後倆正在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 當時有個同事叫李鐵 他說我實在是憋不住了 我也不好意思 明明是我想的 你們兩個老闆在爭爭爭去 我也不好說 我們倆看他 就這個事就過去了 就料下了 這個事我倆就沒爭過了 但是我們也沒有承認是李鐵想的 但是李鐵既然這麼說 我們也不能罵人家說不是人家想的 否則你老闆不欺負人了嗎 碰到田妻老闆余耀生 我就跟他說這事 他說這事我記得很清楚 是華蘭告訴我的 華蘭說你想的嗎 我說怎麼想 他說我非常清楚 他說那天在廣州在交業吃飯 華蘭跟我講的這個創意 華蘭說你告訴我 我說是你在交業跟他講的 能證明是你想的嗎 也許我想的 我們倆一塊兒說了 最後只不過你跟老闆匯報了而已 是不是 怎麼就證明是你想的呢 所以這個創意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有這麼大的一個群體 我們還有最佳助攻獎 別的項目你也可以想 你只要出了足以給一萬塊錢獎金 但是個難點在哪呢 就是有時候他們提一個方案呢 我說你們啊 有時候提一個創意太流X了 我都恨不得扑通一身跪地上磕三個想頭 我他們絕對想不出來 但有時候你們拿這個東西呢 他們比網友的水平還低 那你既然拿出來證明你不知道它很差 覺得還不錯 你自己覺得還不錯 那麼這就是你的判斷有問題 我今年做了一個得意的東西就是 我做這個辣條這個零食 零食它都不會有個袋有個口嗎 就從這撕開嘛 我就不撕了啊 撕了又得吃 所以呢我就在這弄龍嘴對著它 撕開這條龍好吃再加龍 那這樣的東西我們一年出去 大概有一百億袋 那麼它就背我一百億次我的這個廣告嘛 還有我做這個匡體保安杯 明天還燙嘴 也是這樣的啊 這個他這個嘴是很洗腦的 這個呢老闆呢 問他做的怎麼樣 他說已經麻了 用了之後就是他的日花發貨量增長了33% 就是畫一畫是如何產生這樣高質量的 然後高頻率產生這樣優質的創意創造力的 這個很只是靠理論啊 靠方法就是文化母體超級符號 你比如說我們講口號 畫欄講一句話叫雙結棍 就一截是文化母體 一截是購買理由或者行動指令 比如說愛乾淨 住漢亭 愛乾淨就是文化母體 小時候媽媽就跟我說愛乾淨是吧 住漢亭就行動指令又押韻 這是我過去22年我自己打分排名第一的廣告語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如果是更乾淨住漢亭 不行 愛乾淨是文化母體 又讓人愉悅 有潛意識 更乾淨沒有潛意識 那這個愛乾淨住漢亭這廣告語是怎麼做出來的呢 我們叫填控法 第一條就是我們的廣告語裡面最好包括品牌名 人同馬一開好事自然來 永遠流傳包含品牌名 只在乎天長地久不在乎曾經擁有 廣告語流傳了哪個品牌他媽忘了 那滑有滑的廣告語也不是全都包含品牌 但儘量 除非它那個往那個方向特別好 但是實在的品牌名捨不進去 我們接受 那既然包括品牌名先寫上漢亭 倆字搞定了是吧 那我們需要人家幹嘛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讓人住漢亭 三個字有了 然後我們策略是先定了就是乾淨 乾淨跟漢亭一样 好了就差一個字了 那這個字是愛乾淨住漢亭 還是更乾淨住漢亭 還是要乾淨住漢亭 還是想乾淨住漢亭 最XX就是想到了這個愛著 填空結束 所以說這六個字看起來 600萬買有點貴 那不貴不貴 相當便宜 這六個字一年之後 漢亭每個房間的REPA 就每個房間每天晚上的價格收入 提高了22塊錢 你說600萬貴不貴吧 我覺得6000萬也不貴 絕大多數的快銷品的企業 別看天天做包裝設計 其實他們都不懂得 包裝的媒體的功能 反而大家經常批判的 你比如說說那個 耶穌耶穌 為什麼他包裝那麼成功 就是因為他把包裝的媒體功能 用到了這個極致 我看那些人做報告 要搞個目標消費者畫像 那個畫像完全是胡思亂想 畫得跟個鬼一樣 我說你畫這個幹嘛 你看我把這個目標 畫信用 我就知道是他 我就當面對著他溝通 我就會溝通了呀 我說別害怕 你天天對著那些老婆 你都不會溝通 你畫個目標 不是飛行物者畫像 你就會溝通了 我說還真沒聽說過 有這種事是吧 所以我不是做傳播 而是做播傳 我關注的不是到達 而是傳達 我做的所有都是大眾傳播 不是對目標消費者傳播 你什麼時候發現你有這種能力 對於品牌 對於企業戰略 其實有自己的獨到之處 我覺得我從小就有這個能力 我原來倒沒有想過做廣告 就還是在96年不是跟王老師做策劃嘛 那時候做得風聲水起 我96年跟他97年我就買了房子 而且是海景房 一貧如洗到成了中產篇上 就一年的時間 但97年我們的工作室 王章公司來的同事叫陳祝富 是他讓我進了廣告街 他說你不能跟王老師 你跟王老師以後沒前途 我說你媽瞎說 我這跟了一年我就買了房了 還拿大哥大 那時候拿大哥大還不多 他說王老師是做策劃 他說未來這個社會是一個職業化的社會 你比如說房地產 要麽你就是做廣告 要麽你就是做規劃設計 要麽你就做銷售代理 他沒有一個公司說是他是做策劃的 他說他是這個階段的產物 所以等你到王老師那年紀的時候 都沒有這種事了 他說我看你啊 你幹廣告你肯定行 我說做廣告不就是賣掛利嗎 我那時候對廣告的認識 就是那幫賣掛利的 因為那時候賣掛利挺正前的 每個公司連年都要印掛利 那九十年代的時候 他說真不是賣掛利 他說有六個廣告人 上過時代週刊的封面 我說那還是個正經職業 他說相當正經 他說你知不知道奧格威 我不知道奧格威是誰 他說廣告教皇 我說什麼 他就是最早做廣告最流鼻的人 我說哦 他說那個奧格威的車是勞斯萊斯 這個我知道 我說勞斯萊斯不是英女王的車嗎 她女王只有一輛 她有兩輛 我當時就立下志向做廣告 我說行 那我就做廣告買兩輛 老實來是 我說那你說這些人 他們有書沒有人給我看看 他有啊 他就給我開了個書單 九本書 後來我找到了四本 那個年過年回家 我就讀了奧格威 維博洋 霍伯金斯 另外還有一個台灣姓劉的人寫的書 我這書也都看 這活我會幹 我比他們幹的還好 就是那一刻 我就寫了一篇 我們的戰略與戰術 就想我要幹的怎麼搞 前兩天我家裡翻 把這個原稿翻出來了 我一直收藏 兩萬多字 在那時候就提出了 所有的事都是一件事 還有提出了策略三位坐標系 怎麼做定位 定位三位坐標系 就是那個時候提出的一些東西 一直到 現在 到現在 這是我的一個雕塑裝置 這是我的一個創意 然後請問一個藝術家做的 他說這個石頭二十年低川 我也不知道二十年能不能低川 這不有個小坑了嗎 那個坑是他挖出來的 不是低的 他挖一個定位先 日日不斷滴水穿石 這幾個字是我寫的 你覺得二十二年走來 有沒有特別難熬的一些階段 有沒有所謂的自己的人生 事業上應該是一帆風順的 那如果說有治安時刻 應該在2009、2010年 那時候就整夜整夜地睡不著 上飛機就恨不得趕緊下去 就緊張 害怕 坐電梯也害怕 幽閉恐懼症 社交恐懼症就是跟人坐在一起吃飯 就是如坐針毯了 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 每天吃中藥 愛揪 針揪 各種的稿 然後天天去檢查 又感覺心臟不行 那怎麼檢查 那個心臟也沒事 就查不出什麼病 後來是開不了車了 我一抓方向盤就發抖 有一次我開車在延安高架上面 我就突然緊張 就控制不了車了 那很可怕 你手裡是架著一個鋼鐵怪獸 你要是失控或者說怎麼樣 從來以後我到現在沒開過車 有的人他有什麼毛病 他覺得是自己隱私 怕別人笑話他不說 我有什麼毛病我到處說 我後來寫在書上好多人還說 滑板連這個都寫出來 其實這又不丟人了 你到處說 你有的朋友也許人家有信息才會給你反饋 然後越威就跟我說有個領導 也是像你這樣開不了車了 一抓方案盤就緊張 他說後來是在安地醫院看好的 其實早就該看精神科 而不是光是看神經類科 心臟科 然後我講了整個狀況 到人家那兒就簡直比一加一等於二還簡單 醫生就跟我說 他說你這個屬於中輕度的焦慮 一個半月就沒問題 我當時都不敢相信 我已經被折磨了兩年 他說一個半月就沒問題 結果開了萊斯普 左皮克龍 反正他給我開了兩種安眠藥 你不睡不著嗎 整夜失眠嗎 下重手一下把你給摁倒 呼呼地睡 調整過來再慢慢給你檢測 再檢藥 所以精神科大夫調藥它是個藝術 果然一個半月完全好了 什麼事也沒有 這時候我犯了第二個錯誤 好了就把藥停了呀 傻呀 其實那個藥吃就得吃一年 然後就聽著醫生的再慢慢地停 結果又復發 經過幾十之後 後來我再也不敢停藥 我現在也沒停藥 只是現在吃很少一點 停怕了 不停了 藥不能停 我看這些品牌設計的事 就跟安定院大夫看我們這幫精神病一樣 但精神病自己不知道 我如果第一次的時候 就是嚴格地聽醫生的 整個把這個療程走完 可能一次就解決就沒事 就自己一點體制的原因 這個就是過勞 太勞累了 孩子那時候天天都在想創意 原來我們公司只有我提案 任何人都不提案 出去人家的提案他不敢提的 為什麼不敢提呢 因為我不讓他們提 因為任何人提也沒有我講的精彩 是吧 那我越是不讓他們提 他們越是不敢 等我一病倒了之後不行了 我當然想完了完了 也許公司不幹了 我就去山裡面修行吧 我就讓我們蕭珍 原來是副總嘛 替他做了總經理 之後又搞了合夥人制 結果你看我這一放 人家誇這一波人就起來了 別人是這一輩子都不可能煉成的 結果這滑板一倒下了 人人都行 所以我們公司壯大是因為我生病壯大的 我要不病倒的公司大不了 可能還像原來那樣搞幾千萬拉倒 首先這個不騙人不貪心不偷懶 感覺好像不騙人不貪心 這不是一個底線嗎 這需要寫出來嗎 不騙人呢它是一個排除法 就是你每天要檢查一下 今天我沒有騙人 所以它實際上是一個特別難做到 或者說是不可能做到的 這不騙客戶呢 我覺得再滑一滑 我們基本上還是做到了 那會人家聽到年齡 在這個年齡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我這五三歲最爽 一個你的公司有一定的市場地位 是吧 最爽吧 你拿了客戶錢就承擔了責任 然後你有這種掌控感 承擔得起 第三個在哪呢 我現在比我大部分客戶年紀都大 這個是比較爽的 原來呢 我年輕我客戶都是大哥 都是叔叔拜拜大哥是吧 我又拿人錢 又比人家晚一倍 那我在哪兒都得 安前馬後的那個伺候的 現在呢 我雖然也拿了他們錢 但我比他們年輕大 還有時候還有點德高望重的意思 我是不是輕鬆一點嗎 你的身體機能各方面呢 五十多歲你也沒老 所以我覺得現在可能就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時候 你有定過目標嗎 你要幹他多少歲 哦 幹到死為止 幹到幹不動為止 閒著幹嘛呢 現在是閒著 沒有退休 沒有退休計劃 憑自己的體力來講 就是我在幹二十年肯定沒問題 看我的棋 華之旗 這門公司詩旗那也是一個折耳根 折耳根代表了什麼 炒根呢 我喜歡唱的首歌 沒有花香 沒有花香沒有樹高 我是一棵無人知道的小草 從不寂寞從不煩勞 你看我的朋友編輯天涯海角 但是你現在已經不是小草了 你已經變成一大樹了 是小草 我是小草 還是一支最賤的折耳根草 這樣我們就跟狗事一樣 是吧 越賤 那個生命力越強 就是別把自己當回事 但是你也不也說嘛 你現在就是覺得全世界的品牌 定義都錯了 那是他們錯了嘛 那我們小草才知道他們錯了嘛 因為我們扎根在土地裡面 他們就像那個普攻衣那麼到處亂飛 老闆 你印象最深的是 真實感受 其實你記不得很多人很多故事 人的腦容量 人的心理都是有限的 你不會把它放在心裏 你會像儲存卡一樣 你會拍一個人 然後隔一個人 就是真的去隔掉的 你不能把它的情緒留在你的心裏 所以印象深刻的就是上一個 要說它是一種符號的話 你會印象深刻的一些真實生動的人 就是很小的一個情緒 讓你感動的人 參觀的流程呢 走到這兒就正對著我牆上 我寫這兩個字定心 因為如果是客戶來呢 我這裡有一套說話術 怎麼講 就是開始觸單了 我說本來是寫定金的 後來想想 不好意思寫個定心嘛 然後有那個憋不住的說 花板 我馬上交定金 我說哦 財務 給發票 哈哈哈哈